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来请教风盛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 今天又是礼拜五 我们又可以好好的 在忙完一个礼拜之后 好好的休息两天 刚刚也看到说 台北这个环南市场 说什么 有41个确诊 开什么玩笑 我们现阶段不是都控制在50几个吗 希望这个数字不要再爆出来 大家都平安 股市有没有问题 股市没有问题 股市蔡老师在那边一直来跟你作证 你只要有一天 没看到蔡老师 那时候你再来烦恼就好了 各位 大盘讲解之前 一样献上蔡老师最诚挚的祝福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来 各位 我说医护警消 真的很辛苦 尤其最近 可以看到彰化市 一个优秀的消防弟兄 也是打火这样往生掉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支持 这台湾是大天王 医生 护士 警察跟消防 那台湾人民加油 好不好 为7月12号 人家说围解封也好 或者是警戒层级往下降都好 反正现阶段紧绷成这样 大家应该都要稍微的怎样 松懈一下 不然这个大概 以后不管什么科的医生 我觉得一定抢不赢神经病科 这个一定把人民都逼疯了 各位 这是考验不是危机 疫情终会过去 疫苗陆陆续续的来 大家加油 再撑最后一里路 大家就全部解尾了 盘面上的讯息 蔡老师在那边 一定会忠实的传达 你绝对不会看到 其他同业能够像蔡老师一样 解盘解得这么的明确 包括什么盘中 包括现阶段一点半 以及礼拜一到礼拜四 晚上的6点57分 晚上的节目 全方位的守护你 来各位 加权指数的上扬 就是持继持善基金会 他说要买500万BNP 对不对 BNT疫苗给台湾人民 有没有 6月23号那一天突破 涨涨涨 涨到什么时刻 涨到蔡老师跟你讲的 推高股市创新高 央行背书 对不对 然后呢 标普战虾 台旧普 是不是 所以台湾股市是不是回归荣耀 回归荣耀 对不对 回归荣耀就创历史新高不就是回归荣耀吗 现阶段还有人在预测高点 高盛市预测1万9 然后还有什么本土法人 什么预测1万8500 我只记得去年12月 有八大法人 四个外资四个内资 结果一路过来 好像二月份 这一些八大法人 全部预测失准 全部都突破了 所以不要再去听预测 听蔡老师的话就好 好不好 你说就算来到三万点 你没有蔡老师的讯息 你怎么赚钱 各位是不是 所以那个不重要 这打高空 对不对 昨天7月1号 大盘盘中涨108点 最高来到17863 然后开始震荡 有没有 涨108点变成跌111点 尾盘收链跌41点 我告诉你 只要收链都是好事 代表怎样 这个盘没死 如果他给你一架收到最低 就代表吃了秤夺铁的心 就是要回党 各位懂了没 所以昨天虽然创新高 历史新高 但是后面还会有高点 放心 来 加全指数 我已经跟你说了 昨天17863是历史新高 今天 7月2号 礼拜五 大盘开平高震荡之后 压下来跌破平盘 跌12点 然后又拉上去 最高涨81点 17795 没有上17800 真奇怪 其实这不奇怪 这之前还有人收在17713 这我告诉你 有时候这些东西蛮奇特的 那尾盘呢 各位 有没有跌破这个12点 没有啊 导播辛苦一下尾盘收盘了 跌3点 1点25分是涨8点 尾盘跌3点 台积电不动 很正常啊 各位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的 关系来了 要变盘了 你知道这一波上工啊 根本都是市场盘啊 也就是什么 市场派在运作 就一般能不能叫做的 个主力盘啊 不是法人在做的啦 这不是法人在做的 所以你看到新台币 没有什么 没有创新高 结果竟然走强 这代表内支啊 各位是不是 那内支好不好 反正推升上来 都是有功嘛 对不对 当然好啊 只不过 他们可能不会像法人 做的那么的长 所以你要小心 而且他们会用融资 去买股票 因为他们的贪婪 是极大化 各位懂了没 所以你要留意 你要跑要 跑得比人家快 好不好 不要买 买得比人家慢 跑又跑得比人家慢 这样不行啊 所以哦 你看看啊 美元指数 近期已经开始在升值了 所以台币要严防啊 贬值 台币啊 守了前天之后 今天啊 很明显的开始贬值 那看下午盘 能不能够收敛这个贬事 或者不要贬破28 因为原则上啊 台湾股市日后要走强 还是要法人归 对啊 市场派没有意义 因为市场派推升的都是啊 对股市的涨势 没有帮助的啦 各位你知道哦 所以说你看看啊 其实哦 我们比人归来说的话 我们还比较强势 亚洲货币我们最强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说啊 未来啊 一样老话一句 宇宙中是没有天花板的 来丰盛号上 蔡老师带领你 增幅外太空 增幅太阳系 离开了地球 增幅火星 木星 如果来到一万八 应该算增幅木星了吧 好不好 那土星是多少 两万好了 那天王星呢 两万五好了 海王星呢 三万零九百九十九好了 随便我讲 各位那没有意义啦 我们一路的一个走上去就对了啦 各位 所以地球上完 产业能赢 来到宇宙赚个不停 来各位来看 近期跟你说过 传产股啊 波动已大 筹码面已乱 所以要接棒 接棒的主轴在哪里 在电子 电子看什么 电子看面板 各位有没有 就面板三雄嘛 友达群创跟彩晶啊 各位 所以你看看六月三十号 外资单日 大买两百零四亿买什么 买群创 买友达 买彩晶 你中刚就不用说了 中刚昨天又卖出去了 昨天外资也有卖友达 只有群创跟彩晶啊 还能够维持强势 那也不重要 各位你来看看 单日买超 六月三十号 这也有点指导作用啊 下指导期嘛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最低点就大买 是不是 这就是方向 群创 是不是相对低点 但是这相对位置 我等一下跟你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彩晶那么强 跟蔡老师昨天讲的一模一样 来各位 友达 六月三十号 大买三万三千张 但是他是最弱的 也是一样相对位置 他还比群创弱 虽然说他的一个股价比群创高一点 因为从一年前吧 我说友达要领先群创大概是领先两块钱 但是这一波上空有时候群创还超越友达 所以后面就马上回到正轨 各位你知道吗 有时候短线现象难免 有时候超涨 有时候超跌 各位 重点是彩晶 买是买彩晶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得很明确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彩晶的回挡是在半空中这边回挡 足底 那你看到 友达跟群创是直接来威胁到前波的低点 这样孰强孰弱 你懂了没 你来看看群创 有没有看到 那你看看彩晶 之前低点这里十六块二 这一次回挡下来 大概二十块左右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比较强 所以你看今天谁强 今天为什么要强 我刚跟你说过要变盘 那要变盘就是电子股接棒 因为第三季就是电子的旺季 那电子的旺季要先把人气带回来 不然的话你看 你可能不清楚今天盘中 连一档2014中红的成交量都赢过2330台积电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就是短期现象 也就是什么脱离常轨 所以要拉回来 一个正轨的一个途径 才能持续的一个走高 台湾股市就是这样变化 所以说我跟各位说的 财经今天一马当先 这不是实力 怎么是实力 对不对 盘中蔡老师跟佑达连线的时候 讲完又点火这样上去攻到23.35 各位你看看 它几乎已经是平台的一个高点了 要突破了 有没有看到 量先架行 量有没有出来 有啊量出来啦 是不是 所以今天一定是法人大买 那法人大买就会集气 集气就会结事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群创 也不错啦 因为这个都是一起看 但是最强的就是彩经 那我昨天也跟你讲 为什么是彩经 我今天带证据来给你看 尤达也不错 但是相对比较弱 好不好 所以排序下来就是彩经第一名 群创第二名 尤达第三名 为什么 来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因为彩经 因为 今年一月到五月 你有没有看到 它跟去年同期的一个营收相比 都是大幅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124% 135% 132% 177% 上个月123% 六月份营收要公布了 各位 那你来看看尤达 尤达 今年这五个月 7144 49 46 47 有没有看到 群创呢 6579 574642 所以爆发力在哪里 爆发力在彩经 各位这样你懂意思了吗 这就是法人的看法 所以我这边也跟各位说 其实这些东西 你想了解也可以去了解 你也可以不用去了解 你把蔡老师的讯息带上 你才能够确保 因为下半年已经用掉两天了 下半年已经开打了 不会等你 电子股今天是不是全部走强 不然你看到传产账在沙盘 大盘还没大跌 今天才跌三点而已 强不强 那这就是变盘讯号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住 未来的主轴 未来还有什么主轴 蔡老师讲恩变 我讲的股票都是法人股 我从来不去讲主力股 跟市场派的股票 我都很害怕 喜欢看蔡老师的节目 因为蔡老师一个闪神 或者一个推荐错误 让你赔大钱 这是我于心不忍的 我希望你都要跟正面接轨 我们来用一下屏东县长好了 跟正职接轨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巴菲特跟他的partner 查理芒格 他们也说做生意 要跟正职的人做生意 不可以走偏锋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才是股神 各位懂了 所以你来看看我告诉你的 台塑世保里面 五月营收还月增的就唯一是哪一档 月增13%的就什么 台塑石化 昨天原油已经供到了76.2 快要占上80 昨天是几涨 7月1号第一天原油起涨 你看今天 台塑石化 最高涨到1.1.2 涨了6块 各位这档个股 股本也没有多大 各位来看一下 看有市场哪一个市场派跟主力 想要来把它买上去200的 恭喜你 你的力量比红海还大 股本不大才952亿 好不好 这是不是不大 是啊 好不好 这才会帮你赚钱 今天是不是来到波段的一个高点 1.1.2了 有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种东西才会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利用假日时间 YT YouTube Lite TG网站 去搜寻品封或品封大中华 你去按订阅 你要跟正确的资讯做接轨 不要在错误的基础上寻求赚钱 这不可能 搜寻品封在YT YouTube这边搜寻品封 你点击订阅 记得开启已订阅 所有蔡老师未来 跟过去的影片 通通会出现在你手机上 你可以一档一档的验证 所以我告诉各位 去讲这个大盘多空 总统府也没颁奖给我 你看蔡老师坐镇在这里 三年多台湾股市一直创新高 有没有 所以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散户要的是什么 我都知道 所以我把它归纳 总结 简化 放在投资人的多宝格 让你享受当皇帝的滋味 不要去烦恼这些红尘事事 各位是不是 像说疫苗什么时候打得到 台大现阶段说有疫苗可以抢 那你赶快去抢 一个台中说预约一下 说两三百万人去预约 好像又才25剂 听了好难过 所以说各位加加油 希望你能够成为幸运儿 好不好 但是也要对政府有信心 不然我们就一个政府而已 各位是不是 不要扯后腿了 下半年开打了 莫德纳也昨天开打了 对不对 大家一起为解锋努力 再冲一次台湾奇迹好不好 把台湾这阵子防疫不利的什么 一个坏的一个东西 把它扭转过来 我们一起扭转奇迹 各位 所以老话一句 六字大名咒念一遍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 一通电话解决你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颜辛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那假日好好的一个休息 大家想一想 这个如果7月12能够顺利的话 那后面疫情结束之后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 好不好 是不是有一些话 以后可以不用听了 因为大部分都废话 那有一些话要珍惜 各位是不是 这就是成长 这就是智慧 那股票呢 没有第二条路 听蔡老师的话 就产业选股 你才有资格正面迎战 你所有的动作就是要回到一个重点 就是买好股票 各位 然后日积月累去累积自己的财富 其他通通是骗你的 各位 股票是人为控制的 不然为什么国安基金 如果股票没办法人为控制的话 国安基金干嘛护盘 所以代表股票就是人在操控的 所以有可能把不好的股票操纵 很好的 各位你知道吗 然后透过媒体讲一大堆好话 然后倒给你之后就等下市 多少股票下市 各位不就得了吗 所以股票这种东西 你要认识 报酬之前先体会一下风险 了解一下风险 来各位 我今天要跟你讲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跌5块 台积电已经快倒数计时 下礼拜回来 就7月5号了 对不对 然后7月10号之前 要公布6月营收 我告诉你6月营收会很精彩 6月营收为什么很精彩 如果台积电 也是有正值的成分 跟这个屏东县长 潘孟安先生讲 对不对 要正值 我相信他应该也跑不掉 应该正值 对不对 蔡老师之前跟你说投信 再砍台积电 那就是杀低了 对不对 有没有 以往的一个讯息 有没有 那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他配息不理想 2.5变2.75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 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 为什么市场会抓1400亿 也就是6月份营收 我今天帮你精算出来 到底多少 假设他第二季 当初4月份的时候 说的预测是对的话 他6月份营收要灌多少 不是要创历史新高而已 你看今天的一个台积电 押回来押5块 那也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动的话 就大概整个的一个什么 电子股大家都要买好了 然后台积电一动 就整个大军 然后去供18000点 各位 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 那你看这里 为什么要跟你讲高盛 高盛是这一波率先出来 伸出元首的外资 大摩先浇大盘冷水 在5月20号 高盛5月23讲说 台股17000会涨到19000 那时候疫情还很严峻 各位有没有 只有他敢出来这样做 是不是好 对 那他看到19000点 他也看好台积电 大摩看不好 这都点名的 台积电法说15号登场 他给880 他说亚太区首选 这不是重点 我先跟你讲 这一个小的一个什么 我跟他想的东西 当初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说这个比特币 比特大陆 说投片量减少两万片 对不对 他说如果任何客户取消订单 空出了产业续事 有其他客户补上 这当然是废话 他产能都满载了 你减少这个不是 也肥了其他的客户 肥了AMD 肥了NVIDIA 但是重点在这里 台积电第二季的财务预测 是预估营收要129亿美金 我们如果乘上抓粗略的28块 现在新台币对美金1比28 然后减掉4月份1113亿 对不对 再减掉5月份1123亿 那得出来他6月份的营收 如果要符合这个129亿美金的营收的话 他要得出这个1376亿 来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为什么法人抓要冲破1400 懂吗 好 那他的历史新高是今年3月份 1291 所以下礼拜回来就看这个 各位面板先点火 不止 下礼拜四的时候 那个大立光大立光可能礼拜一的时候 7月5号会先公布营收 但是7月8号礼拜四的时候 大立光会开法说会 那你苹果线就让股价都已经标成这样 你大立光总要有点起色了吧 那就得了嘛 各位 所以你看看台积电子公司精彩 对不对 这当初蔡老师跟你讲了 今天就强势的一个掌势了 各位采育世界精彩跟创意 好来 我跟你讲Windows 11的生机硬体 会肥到什么 南亚科 威钢 石权跟群联 所以你看到昨天这个南亚科 虽然压回 但是我也告诉你营收 正面看待 这个都好到年底 6月份营收 可能也不差 所以你看今天就标到803 各位是不是 如果出来的话 也是一个N型底成立 然后往上做突破 各位对不对 那甚至于说你来看看 我之前跟你讲2383台光电6月22 当天跌9块收在204.5 各位是不是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讲台光电 6月营收 我印的时候212 导播辛苦一下2383台光电 让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台光电尾盘收多少 216.5 各位你看 我印的时候212 好不好 5月营收已经历史新高 台光电不仅6月份 包括789 全部通通都是正面期待 就是一路要走历史新高上去 所以你看苹果股价已经创新高了 对 苹果概念股 39档 对不对 然后我这礼拜注意 我这礼拜是不是每天一到四都跟你讲苹果 来注意 礼拜一讲真顶 6月28 各位你来看看 礼拜二讲嘉哲 礼拜三讲GIS 昨天讲什么 讲双红 你后面公开去验证 所以什么东西通通不用说了 蔡老师的节目就是验证性的节目 你只要想赚钱 记得跟我们做联系 老话一句 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才有资格见真章 每一档上涨股票的背后 都会有令人认同的故事 我希望你一定要认同 所以你的选股够稳吗 还是你只是在盘面上 一天到晚在追涨的股票 那跌的时候又六神糊主 不要这样做股票 好不好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把选股的事情交给我 你只要拿到我的讯息就好 最后 献上蔡老师最称诚的祝福 天佑台湾 天佑你我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价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 应该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且是四副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